北明有声 已经被转移到了玻璃罐子当中 他脑袋里只有一些零星的 已经解锁过的记忆 将所有写着张文宇名字的免责协议收好 乘哥朝着员工休息室走去 在经过鬼屋卫生间的时候 他又吓死地朝着里面看了一眼 厕所隔间的门 不知道是被谁给关上了 随手将隔间门打开 乘哥这才进入了休息室 他抱着白猫 看着窗外越下越大的雨 我知道了过去的很多东西 可那些东西 没有一件是美好的 乘哥抬起手 仿佛要伸向夜空 现在 我拥有了曾经奢望的美好 可是时间 不会停留在这一刻 抱起白猫 乘哥看着白猫的一色双瞳 如果你是我 你会怎么选择 乘哥是在问白猫 也是在问自己 暴雨在后半夜停了 乘哥辗转反侧 也终于睡着了 睁开双眼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脸上 乘哥 乘哥揉了揉脑袋 从床上爬起 新的一天开始了 他穿好衣服 带着白猫进入卫生间准备洗漱 抬头看向镜子的时候才发现 自己身后的厕所隔街门 不知何时又被人给关上了 我记得昨天晚上 我睡觉之前明明把它给打开了 怎么现在又是关上呢 难道是风吹的吗 乘哥再向隔间门打开 朝里面看了几眼 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厕所隔间 没有任何异常 总感觉怪怪的 简单打扫了一下卫生 乘哥打开了鬼屋防护栏 开始了今天的营业 最先来上班的是张亚 昨晚两人一起去逛街后 关系拉近了很多 张亚的父母似乎是有意 想要尽可能多地制造 两人夺处的时间 过了很久才到鬼屋 早上九点 新海乐园开始营业 游客们蜂拥而至 在鬼屋门前排起了长盾 打扮成杀人狂的成哥 此时掀开了二楼某个窗户的窗帘 在暗中注视着一切 整整一个上午 鬼屋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 穿着杀人狂套中的成哥 开始翻阅早上的免责协议 游客签署完免责协议之后 协议会被依次存放在 鬼屋内部的柜子里 所以从协议的摆放位置 就能大概推算出游客来玩的时间 成哥刚翻了两张 他就停下了动作 此时他手中拿着的那张 免责协议上 正巧写着张文宇三个字 应该还没走远 他拿着那张协议找到了张亚 张亚回忆片刻说 签署这张协议的是一个中年男人 那人很有气质 眼神凌厉 让人不敢跟他对视 知道了那人的大概长相之后 成哥拿着协议冲入了鬼屋 他衣服都没有换 满身的红色颜料 看着非常吓人 张文宇 他会在哪里 穿过灵音小道 成哥停在了乐园中间的岔路口 周围的游客太多了 就算他视力非常好 此时也很难在人群当中找到那个人 他一直来鬼窝 应该是想见我 可他为什么不留下一些信息呢 在岔路口停了很久 就在成哥准备放弃的时候 他发现乐园主题餐厅的角落里 有一个男人正在看着他 是他吗 成哥没有犹豫 拿着免责协议直接走进了餐厅 坐在了那人旁边 近距离打亮着眼前的男人 成哥心中产生了一种熟悉的感觉 他觉得自己没有找错 好久不见 中年男人喝了一口杯子里的咖啡 身体靠着一杯 好久不见 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才对 成哥将免责协议放在了桌上 你就是张文宇 我是张文宇的一部分 你可以叫我 手指敲击着桌面 中年男人思考了一会儿才说到 作家 作家 看来你真的是什么都不记得了 中年男人直接站起身 他似乎是察觉到了不妥 准备立刻离开 别急着走 我们能不能好好聊一聊 等你真的下定了决心再来找我吧 作家毫不拖泥带水 似乎他每在这里多待一秒 就会多一分危险 什么决心 成哥抓住了作家的手腕 当真相残酷到了 你知道以后一定会懊悔的地步 你还愿意去追寻真相吗 作家拉开了成哥的手 往成哥的掌心里放了什么东西 如果你愿意 那就一个人来这里找我 说完之后 作家急匆匆地混入人群 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成哥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掌心 那里放着一张餐巾纸 纸上写着一个地名 平安公寓 将餐巾纸和那张免责鞋页收好 成哥若有所思地离开了乐园餐厅 他穿着鬼屋里的杀人狂套装 在乐园中行走 好多带着孩子来游乐园的大人 看到成哥后 赶紧捂住了自己孩子的眼睛 还有很多人对着成哥拍照 成哥 打扮成红衣厉鬼的张免 小跑着追了过来 你怎么突然跑这来了 我刚才 成哥并没有对张免隐瞒 见到了张文宇 回去再说 咱们两个现在这样 被游客看见不好 张免将成哥拖回了鬼屋 简单地吃过了午饭后 他们就开始了下午的工作 忙落到五六点钟 鬼屋锦夜结束 成哥换下了杀人狂套装 开始整理场景内部的道具和机关 他正在楼层中走动 突然听到了脚步声 扭头看去 成哥发现张亚从楼上走了下来 有事吗 我没什么事 倒是你 自从见了张文宇以后 就一直心不在焉的 张亚走到了成哥身前 他是你以前的朋友吗 如果你遇到了难处 可以和我一起商量的 我完全不记得他了 或许我们以前认识 他好像知道我的过去 成哥有些头疼 他按住了自己的太阳穴 那你就去找他问清楚啊 不管过去是好是坏 那都是曾经的你 有你的记忆和最真实的自己 张亚一直在鼓励成哥 可如果我的过去很糟糕 甚至会影响到现在呢 成哥背靠鬼屋走廊 冰冷的墙壁 让他慢慢地冷静了下来 我很清楚 自己现在拥有的 就是以前一直渴望的 如果我曾未体验过这种感觉 或许可以轻易选择放弃 但现在我很不舍 我甚至不敢去冒险做某个决定 成哥正说着 他冰凉的手忽然感受到了夜色温暖 低头看去 成哥发现张亚轻轻地抓住了他的手 成友 你昨晚不是说过吗 不管在哪里 我都会和你站在一起 形影不离 所以 你不要纠结是去追寻过去 还是维持现在 你要做的事 找回真正的自己 张亚牵起了成哥的手 走了 别想那么多 我们去吃晚饭 我妈买了好多吃的 鬼屋生意越来越好 张亚的父母都非常的开心 他们买了酒和菜 跟成哥一起吃到了很晚才离开 晚上快十点 独自待在道具室里的成哥 突然听到了窗户被拉开的声音 他顺手抄起了工具箱里的铁锤 背靠着墙壁 把自己的身体藏在了阴影当中 成哥没有直接去找那个进来的人 而是先来到了总控制室 关掉了鬼屋里所有的灯光 鬼屋的地形 他非常熟悉 再加上他视力好得离谱 所以他在一瞬间就让自己获得了绝对的优势 手持工具锤 成个屏住呼吸 他数耳倾听 跟随着那细微的脚步声 来到了员工休息室的门口 就在员工休息室的外面 站着一道黑影 他慢慢靠近 走路没有一点声音 那道黑影根本就没有发现 自己身后几米处 还有另外一个人 他扭动门把手 似乎正在发愁如何打开房门 脖梗突然被一股距离给勒住 你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会半夜进入鬼屋 阴冷恐怖的声音 在那人影耳边响起 他冷汗刷的一下就流了下来 诚哥 我是左寒 和左寒自己人呢 那人影大声喊道 可以看出他是真的害怕了 左寒 听到熟悉的声音 诚哥松开了人影 打开了走廊里的灯 穿着一件破旧棕色外套的左寒 趴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